嗨 大家好 我是金豆豆 欢迎来到我的Channel 那这期视频又是一期分享视频 但不一样的是这一期是购物分享 不是前段时间回国了嘛 那回国怎么能不买东西呢 然后还在美国这边订了一些 分明有衣服呀 包啊 鞋呀 还有冬天用的东西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我都买了什么东西吧 那我们先从一些我的杂物和冬天用的东西 开始讲好了 那第一件我想分享给你们的单品 就是我身上的这件睡衣 它是来自于淘宝一个店家 好像叫蜜桃糖还是什么的 具体的我忘记了 我真的是超喜欢 因为它的这个材质非常的特别 它有点类似Juicy Couture 他们家那种珊瑚绒的那种质地 但是呢不一样的是它的这个是带弹性的 就弹力比较大 然后并且有一定的垂坠感 就你穿在身上的话 不会觉得非常的勒你或者是不透气 然后这个它也是就是有一定厚度的 所以说非常适合冬天来穿 整体来说是一件性价比很高的睡衣 它这个睡衣的颜色很适合冬天 搭配一下很可爱的拖鞋 就会很可爱 说到拖鞋的话 我买了一双超可爱的拖鞋 给你们看一下 登登登登 就是这双 这是猪耳朵吗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耳朵 但是我觉得好可爱呀 我是在那个 呃 幽创 原创油瓶 幽创 我忘了那个店叫什么名字了 这就是在那个店里淘到的 然后它这个也是很舒服的这种 融融的质地 然后上面带着一个兔耳朵 我觉得很可爱 然后 拖鞋的话除了这一双 我其实还买了另外一双 就是这双小猴子的 看 就是这双小 不是小猴子 是小熊的 就是这个是我在淘宝上买的 我觉得它很可爱 是因为它后面有一个尾巴 就你穿上的话 其实是在后面会脱尾巴的 我本来是不想要这个尾巴的 因为我们家有狗子嘛 然后狗子看到这种毛绒的东西 它就会咬 如果说在家女穿拖鞋的话 我一般平常会搭配一些比较厚的袜子 因为我体质比较寒 比较怕冷 我这次买了很好看的袜子 的其中一双 就是这个 看 这个我已经穿过了 所以说它有一点变形 但整体来说 还是可以看出它的质地 是这种就是很保暖的质地 而且它这个很可爱的是 它这上面有一个小熊的刺绣 就会很精致 然后它下面也有这种皮皮胶 可以防滑的这种 然后它也是长土的 所以说也会保护你的脚腕 怎么怎么说 我就是真的很喜欢这个袜子 也会很好看 我这次回国还买了很多其他的袜子 还有两双我比较喜欢的是 这个 船袜 就有的时候可能在家里 你不想穿太后的袜子 不是很热的时候 其实这个袜子是很方便的 然后比如说你洗完脚就直接套上 也很可爱 它这个很可爱 是在它这个上面有一颗五角星 你看 超可爱 然后这个是上面有一个小月亮 都是比较百搭的颜色 这个棕色很百搭 然后这个也是这种 就是渐渐的这种绿 有深绿啊 白色米白色 所以在家里穿也是很好看的 下一个是我 也是在名创优品淘导的这个 就是按摩棒 它是Hello Kitty的 超可爱 然后我是因为 我个人颈椎本来也不太好 然后我老公因为他经常要坐着对着电脑嘛 所以他颈椎也不太好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这样我们两个可以一起用 我在淘宝上看到了一个帽子很可爱 然后很适合冬天戴 不像我们平常出去买菜啊什么的 如果太冷的话 可以直接套上就走 就是 这样一个帽子 是不是很叹 它是一个小熊的 然后我还在想 Halloween的时候 要不要用这个小熊 给你们出一个可爱的小熊妆 但是我感觉可能不太实用 那我再考虑一下 然后到了冬天了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样一个很应景的杯子 这个杯子是玻璃瓶的 所以其实你不管装热饮冷饮都是可以的 它这里带一个就是保温的这样一个小外套 然后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然后它的这个上面有一个很可爱的小粉色 新鲜 然后我觉得女生嘛 需要对自己好一点 然后到冬天了也要定期喝喝什么枸杞水呀 然后红枣水呀 红糖水呀 像这种 然后有一个杯子在身边 其实还是蛮方便的 下面我要讲的就是 我的眼罩大合机 这是我这次买的眼罩 是不是超多 因为我是一个一有光就睡不好的那种人 所以说我不管是出去旅行坐飞机 或者是在家睡觉 我一定要戴眼罩的 因为早晨有可能你大概要八九点起的话 想睡个懒觉 然后太阳就照进来了 有可能你七点钟你就醒了 然后那种感觉就会很不爽 这个蜜桃糖 就我这个睡衣也是在他们家买的 然后它这个眼罩都是真丝做的 然后它的质地非常的柔软 所以你晚上睡觉戴也不会觉得很难受 而且它后面的这个袋子都是可调节的 然后因为你不想睡觉的时候勒得太紧了 然后就可以这样调节一下 然后我是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种真丝的眼罩的 然后另外一款是这种毛茸茸的眼罩 就是比较可爱的 就是这种眼罩不光可以当眼罩 还可以当发带 这个蜜桃糖的眼罩我也有买了两个 就想说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就可以送给你们 还是一样在点赞转发中戳一个宝宝送吧 好热 我们家现在已经开了暖风了 然后但是开一会就会 因为到了白天开一会就会变得很热嘛 然后所以我就会把它再关掉 那关掉的时候又冷 一会再开开就好纠结 然后下面这个很可爱的 是这样一个头套 不是头套 发带 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是会就是 怎么说洗脸或者是做面膜呢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可爱的发带 然后来硬紧一下 然后贴个面膜什么都很方便 然后这个是迷路的 我很喜欢 下一个很适合冬天用的呢 就是一条兔毛的围巾 这个是我在国内逛街的时候 在一个店里看到的 他们家都会卖一些这种就是兔毛的东西 我觉得手感很好 而且它很厚实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所在的城市是有多冷 反正西雅图的冬天是非常冷的 就是我一提到西雅图的冬天 我整个人都脏了你知道吗 没有太阳 全天都下雨 看不到蓝天 全都是乌云 你知道那种心情 你其实是很绝望的 但是一旦有了这种保暖单品 那它这个球可以接起来 你就可能你就会 心情就会好很多 它其实戴上会让你有那种很温柔小姐姐的感觉 然后其实也是很显气质的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想象的钥匙链 它也是很有质感的那种皮子 超可爱 然后它的这个链子是金色的 所以说搭配大衣什么的拿出来也会很好看 我喜欢哦 这个想象的卡包 这个好像是我买包包他送我的 但是我忘记了 是我自己买的还是他送我的 但是他真的超可爱 它是一个小象的 然后很有质感的这样一个包包 然后里面也都是手工制作的 真的超可爱 皮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上了年纪 就会很喜欢这种有质感的东西 然后他怎么往里放东西也是很方便的吧 然后如果立在你的书桌上 也是就是拿取什么的也很方便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 然后就说一下包吧 因为我这次回国其实没有怎么买包 因为之前回去我可能都会讨一下 看有没有什么可爱的小包 但是这次回国主要是忙结婚的事情嘛 然后也没大有时间逛 所以说我就是简单的在淘宝上买了两个小包 一个是这个 你们可能有看到我有发图 就是一个小包文的兔毛包包 它这个很舒服 就是它是真的兔毛 所以说手感非常好 然后它的这个包包的容量 它这个包看着很小 应该其实不大 但是它的容量很大 就我其实可以放下手机口红之间拍我的钱包 就是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 能放这么多东西的包已经可以了 容量是够的 然后它这个我记得好像是有中号 大号 而我的这个是小号 然后我觉得就是日常去买个菜啊什么的 另一下也比较百搭 然后这个包包我买了两个 所以说我本来只买了一个 后来我又补拍了一个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好看 所以说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就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点赞 然后我就会送给你们 然后还有一个包包 就是这个包包 这个是国内的一个小众品牌 就是他们是自己的原创设计 它叫古梁 然后我也是在淘宝上发现的 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包皮质不错 就是你看你感觉到它的皮质其实是很柔软的 然后而且它的这个包型 其实也是近年比较流行 就是比较怎么说 比较简约比较百搭吧 然后它这颜色我也很喜欢 就焦糖色嘛 所以说不管是你出去配大衣 还是就是到了稍微暖和一点的地方 其实都可以搭配的 它里面容量也很大 你看它里面其实能装很多东西 还有小格层 我很喜欢 说明多吧 那我们就来说一下鞋子好了 因为我这次在国内主要 其实大部分东西都是我自己去逛的时候买的 因为我们那边有一个韩国街 就是有很多韩国的小店 然后你可以进去逃一逃 因为青岛的韩国人其实很多 青岛离韩国坐飞机就一两个小时这样子 然后那边韩国韩自企业也很多 所以有很多就是不管是险族人啊 还是韩国人都会在那边开店 然后我们我就会经常去逛那些小店 然后逃一些韩国的一些单品 然后这次我在国内是买了两双鞋 然后我在这边是订了两双鞋 正好我一回来也到了 所以说就可以一起分享给你们 那第一双鞋就是 那给你们看我的鞋子 都摆在这里了 这双就是我在韩国电讨的 就是这双褐色的 因为它的这个 你看这个我都穿已经穿了 然后都脏了 那这个鞋子很特别的是 它的前面是平头的 然后它的这个鞋 怎么说 我觉得是非常上镜的 因为它的质感很好 而且它颜色很百搭 所以我很喜欢 主要是到了秋冬你就会发现 其实有的时候 颜色只要是焦糖色 或者大地色 这种百搭系列的 你就不管搭什么样的衣服 它都可以配得起来 所以说像这种必备的颜色 大家其实可以录一下 我感觉 然后第二双呢 是我在这边订的 是SW他们家的一双鞋 它这个应该是陆皮的 你看它的质地 就是比较那种很舒服的感觉 但这双鞋我买的有点大了 因为我其实本来 其实是三八的脚 然后我 但是他们家鞋好 不是一直都偏大吗 我应该买三七的 结果这双鞋有点大 但是没关系 冬天可以穿个厚袜子穿 这种皮质穿牛仔裤也很好看 我觉得很喜欢 而且白色的鞋 会让人显得很干净 所以我很喜欢这双鞋 接下来这双鞋 就是我在代购那里订的这双 Coco Chanel的一双小羊皮的一双靴子 怎么说这双鞋到了之后 真的是比我在网上看实图的感觉 要好很多 在网上感觉它是一双很笨重 然后很很沉的鞋 但是因为它是小羊皮的 其实到了之后反而觉得很轻 而且它里面我不知道是有夹棉还是夹什么 所以它这个就是穿上是很保暖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冬季的话搭配那种酷酷的羽绒服 然后穿一个瘦腿裤子会很好看 等我的冬装搭配吧 然后最后一双就是这双白色的 也是我在韩国店买的 就是一双尖头的这种矮根的靴子 这个靴子它的好处是它的皮子非常软 所以说上脚就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 上脚就很浮腹 它后面这个拉链是这样一个大大的圆环 看着还挺有设计感的 然后前面也是很就是圆肩圆肩的那种感觉 所以不会显得脚很长 然后我之前出去也有穿过这双鞋 我感觉这双鞋真的好好看好百搭 喜欢 笔心 那说完鞋我们就来说一下帽子吧 我这次买了挺多帽子回来 因为冬天马上到了嘛 这个 这个鸵色的这个爆童帽 我超喜欢这个帽子 这个帽子我在网上看图的时候 本来没有觉得它会有多好看 但是结果食物到了之后我真的是超喜欢 它这个颜色很正的鸵色 就是跟那种Max Mara那种羊驼大衣的质地是一样的 然后就非常的百搭 非常的上香 然后我非常的喜欢 接下来是一个比较酷酷的帽子 也是爆童帽是黑色的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它上面其实是这种 这种纹路的 所以其实是还有一定质感的 怎么说也是可以搭配卫衣之类的一起穿吧 然后那个贝蕾帽还有一个这样的颜色 这颜色其实也很好搭 因为它是类似棕红色这种感觉的 怎么说我买的都是百搭款 所以买这种单品 其实怎么说一定买百搭 接下来要分享给大家的就是衣服啦 我这次是买了三件打底 都是很搭的很百搭那种 就是有这个黑色的 然后有这个鸵色的 还有这个米色的 就是都是很百搭的款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就他们其实这个米色和这个灰色的版型 其实他们俩是一样的 但是呢就是颜色不同 然后这个呢它比较特别 这个是一字尖 这个就是你看它这个尖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你穿上 其实你可以把一半尖弄起来 就是会有那种小性感小术语的感觉 怎么说我觉得还是这三件还是非常百搭的吧 我很喜欢 然后呢就是卫衣 买了一个浅绿色的卫衣 很可爱 它是那种大大的款 然后很oversize 搭配一个瘦腿的牛仔裤 或者是搭配一个帽衫在外面 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 等我的洞装搭配吧 然后还有一条裤子 这个裤子我很喜欢 它是编织的那种感觉 那种质地 然后它也是扩腿裤吧 很扩形 所以说如果说你非常的懒散今天 然后也不想打扮自己 但又想有点质感有点型 那这种扩腿裤 我觉得是家里比较适合常备的 因为你套上就能走 而且它就绝对不会出错 这个颜色也很百搭 它是灰色的 然后就是这个小裙子 这个小裙子我超爱的 就是它是一个暴温 然后带一点那种 那种你看 它是有那种其实零的感觉在上面 它其实是很有立体感的一条裙子 就穿上不会让你觉得 这条裙子是很low的那种感觉 虽然这条裙子才130块钱 我也是在那个韩国店买的 然后这个裙子 它就是今年比较流行暴温 这种动物皮元素嘛 然后我也是买来用来搭配用的 像这种比较跳的单品 如果你搭配的话 搭配那种米色或者是那种浅色 就比较温柔细的颜色 它其实反而会出比较好的效果 后来我就还买了两条西装裤 看 这两条西装裤真的超舒服 我不知道你们在美国买裤子也有没有我这样的经历 因为我个儿不高 然后我是属于下身偏胖的那种 所以说我买裤子永远都会长 就是我是穿2526的裤子嘛 然后但是每次如果说它是9分裤 我穿上了之后就是全长裤 如果它是7分裤 我穿上了就是9分裤 就可能我腿短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说我永远都买不到就是核心仪的裤子 然后我一般都会拿去那个alternation去改一下 但是回国就不一样了 回国可能我还是比较适合亚洲人的身材的那种衣服 回国这条西装裤灰色的 然后超百搭型又超级好 就是它是9分裤 你穿上就是9分裤 不会像在美国买的裤子 你知道就是很绝望的感觉 然后另外一条也是今年比较流行的元素 也是这种复古的格子 然后搭配一个大毛衣 然后戴一个贝蕾帽穿也会很好看 然后除了那些 除了刚才的东西以外 我还买了一些家具用品 像这些沙发上的垫子呀 尤其是这个我超喜欢的 这个它是仿狐狸毛的 然后拼接的这样一个垫子 它就是很有质感 我超喜欢 这种红色的酒红色的椅子上还是蛮好看的 还有这边的是一个绿色的一个黄色的 还有一个马海毛的这种垫子 超喜欢 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的视频 就给我一个点赞和转发吧 因为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哦 爱你们